一鸣二运三风水 端午节这一承载了千年传统的节日 正是我们祖先智慧的结晶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我们不仅要欢度佳节 更要注重顺应天时保养身心 然而有些地方在端午节这一天却是不一塌足的 那么哪些地方是我们应该避免的呢 我们又该如何在这个传统节日中 既享受欢乐又保持健康的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揭开端午四不去的神秘免杀 探寻健康过节的秘诀 一不去荒郊野外 端午节又称五月节 在传统观念中被视为毒月 这是因为随着夏季的到来 各种毒虫毒蛇开始频繁活动 而荒郊野外往往是他们的栖息地 如果你选择在这个时候深入野外 尤其是未经开发的区域 那么遭遇毒虫的风险会大大增加 一旦被钉咬 轻则皮肤红肿 重则可能引发过敏反应 甚至有毒虫咬伤导致的生命危险 除了毒虫 荒郊野外的复杂环境 还可能隐藏着其他危险因素 比如 不熟悉的地形可能导致迷路或摔伤 突变的天气也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困难 因此 在端午节这一天 我们最好避免前往荒郊野外 选择在城市或近郊的安全区域活动 二 不具有水的地方 端午节正值夏季 气温逐渐升高 许多人会选择前往水域消暑 然而 这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一方面 端午节期间天气多变 暴雨可能随时降临 导致水域的水位和流速发生剧烈变化 即已发生溺水事故 另一方面 即使在晴朗的天气里 陌生的水域也可能隐藏着暗流 漩涡等危险 一不小心就可能陷入其中 此外 水域中的生物也可能带来危险 比如 水蛇 水母等生物可能对人类构成危险 因此 在端午节期间 我们应尽量避免前往游水的地方 尤其是未经开发或管理不善的水域 三 不去探病 在传统观念中 端午节是一个恶月恶日 气候多变 细菌和病毒相对活跃 因此 这个时期前往医院探望病人 不仅可能将外界的病菌带入病房 对病人的康复造成不利影响 同时 医院作为一个病人聚集的场所 也增加了交叉感染的风险 另外 从心理层面来看 病人在端午节这个特殊时期 可能更加需要休息和静养 频繁的探视 不仅可能打扰到他们的休息 还可能给他们带来心理上的压力 因此 为了病人和自己的健康着想 在端午节期间 我们应尽量避免前往医院探病 四 不去理发店 在传统稀疏中 端午节有着不剃头的说法 虽然这一说法带有一定的迷信色彩 但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 理发过程中确实存在一些健康风险 比如 理发店的剪刀 梳子等工具 如果消毒不彻底 就可能成为传播疾病的媒介 此外 在理发过程中 如果操作不当 还可能引发皮肤破损 感染等问题 除了健康风险外 端午不剃头的习俗 也体现了古人对于节气的尊重 在他们看来 端午节是一个重要的祭祀和祈福的日子 应该保持身心的整洁和安宁 因此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 我们最好尊重传统习俗 避免前往理发店剪发 同时 我们也要注意个人卫生和健康管理 以保持良好的身心状态 端午节作为中国四大传统佳节之一 其历史非常的悠久 据历史记载 端午节最早来源于上古时期百月一族 后来百月一族慢慢的融入到了中华民族 端午节也就开始流传开来 不过也有人说端午节是为了纪念屈原 吴子虚 以及东汉孝女曹娥 总之 不管来源是哪一种 端午节的历史都是悠久的 禁忌也是非常之多 有不少的地方需要注意 牢记一不穿 二不去 三不做 四要做 全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 老传统不能丢 第一 端午节当天不穿大红色的衣服 其实端午节和中秋节以及春节不同 端午节流传最广的说法是为了记录屈原 因为这一天屈原头将而亡 人们为了记录屈原便有了端午节 因此端午节也属于纪念仙人的寓意在里面 所以端午节不仅不能穿红色的衣服 还不能说端午节快乐 而要说端午节安康 大家可以仔细回想 在生活中是不是极少有人发送端午节快乐的信息 而春节和中秋节则不同 属于喜庆的节日 可以用快乐的祝福语来表达 端午节和清明节是不可以的 第二 端午节前后不去河里玩耍游泳 端午节前后雨水多 而且还是主训期 各地自然灾害在六月份属于高发多发时期 大家在端午节前后千万不要去河里 池塘或者水库边玩耍容易被洪水冲走 而且屈原也是在端午节这一天 头将而亡的 对于老一辈的人来说 这一天是非常机会下水的 第三 端午节不要招惹武毒 今年的端午节相比往年要晚了不少 主要还是今年润二月 相比往年要多了一个月 因此今年的端午节要推迟了二十余天 而六月份的端午节不仅天气炎热 而且雨水还多 用民间的老话来说就是六月的天闷热难耐 而这段时间非常多的毒虫都会爬出丛林 出来透气 例如蝎子 武功 蜘蛛 蝉蝠 蝶都会倾巢而出 用老一辈的话说就是这个季节的毒虫毒性最强 人们对这些毒虫能避则避 更不要上去捉弄 否则有极大的可能会被毒蛇咬伤 第四 端午节要挂草 带香包 喝熊黄酒 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 五月也称毒月 因为五月份是一年当中白昼最长的时候 也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 不仅酷热难耐 还雨水频繁 就更加闷热难耐了 再加上农历五月 蚊虫毒蛇进出 百病滋生 人们在这个月是非常容易生病的 因此农历五月也称毒月 这也是为什么要在端午节挂草 带香包 喝熊黄酒 因为不管是艾草还是香包 都是具有极其强烈的香气 对于蚊虫毒蛇具有极大的防范作用 除此之外 大人也会在这一天喝熊黄酒 对解毒 杀虫灶 虚风谈有非常好的作用 除了上面需要注意的 端午节还有一些禁忌需要注意 有这么一种说法 端午吃了娘家粽 一个亲人都不剩 感觉就特别恐怖 虽然没有什么科学依据 但在农村也算是一种禁忌吧 特别是上了岁数的老人 思想还是较为传统的 他们抱着老祖宗传下的规矩 宁可心其有 不可心其无 就有了这么一种说法 其实在旧式的农村 交通非常不便 很多女儿在出家之后 就很少回家探望父母 而端午就是一个年后 探望父母的节日 为了这一天 女儿女婿会提前买好礼物 提前一两天 初三 初四时 闺女回娘家探望父母 二 即下河游泳 在一些地方 端午节这天是比较机会 下河游泳的 特别是一些淹死过人的 河流和湖泊 因为在这一天 上了岁数的老人 都觉得阴气特别重 毕竟是拜祭祖先 和金银仙邪的日子 水鬼也会特别凶 很容易被他们找上 当成是替身 记得小时候特别疲 又不知道有这个禁忌 和几个小伙伴在水边玩耍 都没下河 就被奶奶狠狠地训了一顿 再也不敢在这天去水边玩耍了 三 寄香囊丢失 在北方的一些地区 端午节这天 有给小孩子佩戴香囊的习俗 也就衍生了寄香囊丢失的禁忌 如果小孩子在这几天 把脖子上挂的香囊弄丢了 那这一年都会没孕缠身 虽然感觉没啥科学依据 但是这几天 父母还是会随时检查 小孩子脖子上的香囊 以便丢失后 能够及时地找回来 端午节过后 小孩子要及时将所佩戴的香包 扔到水中才行 古人把农历五月当作恶月 农历五月初五为中五更不吉利 所以这天一些地区有躲午的习俗 即一周岁以内的婴儿 要送到外婆家去躲藏 以逃脱灾祸 五 祭拜喜事 端午节一般都是祭祀仙人 和纪念仙贤 不管是头江自尽屈原 还是吴子虚 又或者是孝女曹娥 这天要包很多粽子投入江中 就像是上坟一样 和清明差不多 祭祀时难免悲伤 也影响人们的心情 所以端午这天 基本都诸事不宜 不适合参加娱乐活动 六 祭送成串的粽 端午节是吃粽子的节日 因此不少人都会送亲朋好友粽子 但要切记 不能送整串粽子 一定要送散装的 因为一串粽子 就像长辈所说的 吊肉粽 也就是上吊轻生 意味着不吉祥的象征 端午节的端 意味着初始 过好端午节 也意味着开启下半年的好运之旅 不过在传统文化中 端午节当天 被视为阳气最盛之日 物极必反 阳气太盛 便会产生阳毒 影响运势 那么 古人是如何解决 独月独日的呢 这个从端午节的传统习俗 就可以知晓 一 挂碍草和昌仆 清明插柳 端午插碍 门上插碍草和昌仆 制成人形或虎形 称为爱人 爱虎 佩戴身上用来以躯掌 化煞 这两种草药 都有一种特别的香味 有提神开窍 方向避讳的作用 将这两样草药采摘 挂于门前 或制成香囊 可以驱病 防蚊虫 辟邪气 二 木兰汤 端午是一年之中 草药药性最足的时候 所以 古代很多地方 有木兰汤的习俗 只采摘培兰 艾草 昌仆 及其他草药 兼草药水沐浴 可以有治疗皮肤病 需邪气的作用 三 熏仓竹 将仓竹等草药点燃后 形成烟雾 对房屋进行熏征 不但会散发出清香 使人神清气爽 这些药物及气味 也可以驱赶蚊虫 四 饮熊黄酒 白蛇传 中白娘子现出原形 就是因为 在端午节 勿饮了熊黄酒 所以 熊黄自古就被当作 杀虫药和解毒剂 对蛇 蝎等毒虫有克制作用 同时 与它有相同功效的 还有昌仆酒等药酒 也用来喷 撒乙区毒虫 从卫生角度来看 喷撒酒和熊黄 也确实有杀菌消毒的作用 五 放生鸡得其安康 如果家中有病或者是灾人 可以选择在此日去放生 还能防止病邪入侵 端午节放生的效果 要比平常的日子明显得多 如果有准备要去放生的朋友 可以在当天实行 六 带葫芦收纳福气 葫芦与福祿之意 有收纳福气的风水功效 葫芦形状貌似太极阴阳状 可好令三节 所以也有化煞的作用 在端午节期间 将一小葫芦吉祥物带在身上 给自己带来好运道 在这欢庆端午节的时刻 在享受这个节日所带来的欢乐 和开展这些活动 及吃这些美食时 我们也应该着重注意 端午节需要我们注意的事项 这样我们才能在这个 我们期待已久的端午节里 过得更加的如意和开心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好的风水在人心 感谢您的观看 不要忘了点点赞或订阅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